吴梦达 二十岁就考入无线电视 一员培训班 在电影生涯中 演出许多叫好又叫做的骗嘴 是少数靠演配角 而红遍华人社会的演员 张嘉年 太宝 不仅是动作电影中的熟面孔 生动自然的演技 受许多评审的肯定 是最佳男配角的长盛军 黄红生 小鬼 曾先后组成 当红偶像的团体 最多面临解散 但现在她是多方位发展的艺人 他们的名字 曾都依附着其他人 如今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闯出一片天 在我们心中 他们已经是最闪耀的 最佳男主角了 好 今天的三位男主角 如果平常我们不太叫 他自己名字的话 你会叫他胡铁花 你会叫他太宝 你会叫他小鬼 今天就这样子的组合 这三位男主角到底是谁呢 我们来欢迎他们 吴梦达先生 吴梦达先生 好 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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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各位看看這三位 就是看起來 但是演員就是這樣子 就是東南西北就湊在一起 吳孟達先生 我很難形容他 大家 剛剛你沒有來的時候 有人問我 這話很難 這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 所以你演的戲 讓人家多麼的深刻 印象 我說他是好人 但結過三次婚 錯了 錯了 不只三次啊 錯了 我到現在還是第一段婚姻 你 這要解說一下 解說這很簡單 我就沒有第二次結婚 第一段婚姻還沒有離婚 對你未來人生很重要 我在這邊幫達哥說一句話 你叫達哥 達哥呢 對於目前現在的婚姻狀況呢 是單身 對 因為他的老婆沒有帶來 所以說他不算是有婚姻的 對… 就好像呢 我沒有帶錢 代表我現在沒錢 確實我只有一段婚姻 只有一段婚姻 我是崇拜那個一夫一妻祭的 所以永遠一夫一妻 永遠一夫一妻 對… 階段性的不同 還是一夫一妻 還是一夫一妻 謝謝小燕姐 然後呢 人家又在問我說太保 為什麼叫他太保 他混過太保嗎 其實不是吧 不是 不是嘛 那你剛才問達叔是不是壞人 你應該先問我 我是不是壞人才對 我想真的是不是我就不問了 好 小鬼呢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的名字要取個叫小鬼 小鬼啊 其實因為我出道的時候 你在新加坡 先恭喜你 謝謝… 得到最佳躍鏡新人 大躍鏡新人 大躍鏡 就是非常厲害的新人 就是進步很多 進步獎 進步獎 還有新人獎嘛 兩個獎 對不對 兩個獎項 恭喜 最佳躍鏡獎 小鬼得到 對 很開心 為什麼要這樣 對 真的 所以為什麼要叫小鬼呢 小鬼是 其實是扭成哲 鬥倒幫我取的名字 對 然後因為我剛進這個圈子的時候 那進滾石 然後也拍了一個鬥倒的戲 一個戲 對 那他覺得我的這個 感覺很像小朋友 然後說話很跳痛 那時候還沒有流行冷笑話 對 然後我就一直常常講一些 很冷的東西 然後他就覺得我像小鬼 所以就叫我小鬼這樣子 應該其實是小冷就對了 小冷 對…類似 類似這樣子 就覺得很好記啊 那希望這個藝名 讓大家可以很深刻 所以那就叫小鬼好了 好 今天呢 他們能夠聚在這裡 都因為中式有一檔戲 叫做流氓校長 沒錯 大家一定覺得 吳孟達先生一定是這個流氓校長 錯 是校長的爸爸 是校長的爸爸 那這校長很年輕囉 就是李羅大哥演的校長 我去演那爸爸 你覺得委屈嗎 委屈喔 開玩笑 我大大咪幾歲吧 對 外角怎麼看也不像那個爸爸 怎麼也不像 你怎麼生都住這麼老的兒子 這就是有點 有一點細粒在裡面 有點什麼 噢 細粒 噢 細粒 噢 細粒啊 有一點噢 細粒 有一點噢 細粒 好 現在有拜訪問譚詠玲 感覺是一樣的 來 請坐請坐 今天講話需要翻譯 但是你不要講 吳孟達先生呢 其實跟台灣還滿有緣的 你幾年前蔡月薰的 白色巨塔特別請你來 對不對 有幸能參加月島那個白色巨塔 也是我喜歡的一個電視劇 對 而且你演醫生 對…演一個外科醫生 也是我比較小演的角色 小演的角色 對… 而且很厲害 那個戲看完我不認得你 我不知道那叫吳孟達 這就是演員厲害厲害的 謝謝… 那我們呢 太保先生 張嘉年先生呢 說起來根本在台灣有童年的 對不對 有 我在高雄唸書嘛 在高雄唸書 唸小學唸了六年級 那你台語一定很厲害囉 會通啦 會通嘛 也會通啊 對不對 其實吳孟達先生也通喔 就是我呢 我是在廈門出生 所以懂得講一點點閩南話 我的閩南話就是所謂台語呢 不好 國語也不好 看得出來 現在常常在內地拍戲 連廣東話都不好 我該說什麼話了現在 講英文好了 英文也不行啊 也不行啊 對…因為我到處跑 有時候來台灣 有時候去大陸 有時候回新加坡 有時候在香港 然後有時候也忘掉 該說什麼話 真的 其實在大陸拍戲的時候 你是講廣東話還講國語 盡量講國語 因為他們都聽不懂 我們講的廣東話 對不對 有一次跟香港一個演員 羅家英 羅家英 兩個人在片場裡面就講普通話 講到老婆娘 哎呀 講什麼普通話 好 我們香港來了 應該講廣東話 講廣東話 大家講得都便扭 都不得了 就食慣了 但是普通話還是要練的啦 對… 我是缺少這個天分 沒有…你進步很多了 缺少天分的是 譚詠麟 譚詠麟還是譚詠麟 譚詠麟 校長 譚校長 譚校長 這也跟流氓校長 校長 譚校長 可是你完全國語很棒 還是有一點廣東腔吧 沒有… 其實呢 我覺得泰伯也很奇怪 任何人得金鐘獎 可能都沒有像他那麼受到注意 因為呢 先頒給別人 好 才發現頒錯了 對不對 沒錯 這個是老天爺的戀倦 他認為你還不夠 所以他在製造一些事情 沒有 張國柱說 是張國柱嘛 那次 張國柱是美麗的錯誤 他稍微開心了一下下 不是 我們應該這麼說 祝福哥他的戲也很好 那既然有這種誤會嘛 他要姓張也就… 也就… 其實是因為名字搞錯嗎 名字搞錯 因為當時他沒有寫太保 他就寫張嘉寧 所以他有五封信封嘛 他姓張的 就抽到張國柱那張嘛 可能是這樣 其實小燕姐 那次我也參加了 你也參加了嗎 對… 但我們不姓張 教練我們三個都拿 我也參加 你也參加對不對 對啊… 我就輸了 輸了是應該的 還輸給兩個 但是大家可能 也許有些人不知道 吳孟達先生呢 當年在進TVB的時候 是跟周潤發同學 最近就跟李羅演他兒子一樣 感覺時代有點錯亂對不對 你是覺得周潤發 他年輕了還是吳孟達 難怪我覺得他們 他大概同樣年紀那個年代 對不對 味道很像對不對 是啊 其實達哥他那時候 演胡鐵話的時候 很帥耶 很年輕 他有帥過嗎 有 他有帥過嗎 正氣嶺男 我跟妳講 妳說可以 小燕姐 其他人說不行 我一直以為我很帥 妳今天傷害到我 妳說我有帥過嗎 我多帥 我媽老說我帥 我老婆老說我帥 我女兒老說我帥 我跟你講 事業上三個女人的話 是不能聽的 媽媽 媽媽因為她心目中 兒子一定帥 老婆不帥我幹嘛嫁給妳 女兒子 爸爸 我有什麼辦法呢 我是我的爸爸 我還記得 我姊姊也說我帥 妳姊姊在心地好 好